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普法故事凭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反腐畅联的系列剧集 我们的系列剧集将会通过大家并不会感到陌生的故事 来主要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些情况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小城里面 金元市的天谷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吴浩然 工作上面是雷厉风行 他呢自从来到这上任就一门心思想在天谷县干出一番成绩 眼看着现在呢就到了这个县委班的换届的时候了 如今这个天谷县还远远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呢 所以吴浩然认为天谷县应该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他也知道自己呢多次提议在天谷县大兴品目 都是受到了县委领导班子的集体反对 所以呢这一次他是费尽心思想要继续谋划规划的时候 县里的一把手县委书记刘思泉突然间病倒入院了 吴县长 吴县长 李秘书 刘书记呢 他约我今天早晨过来商量那个文化街的事 刘书记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刘书记今天上午在家突然晕倒了 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医生说是突发脑梗塞 病情很严重 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啊 哎哟 出这么大的事 那县里和市里知道吗 这件事还需要您向市里汇报 刘书记县长呢 也不知道 行 这件事由我来向市里汇报 现在最关键的是刘书记的病情 这样吧 你现在赶紧去医院 好好陪一陪刘书记的家属 有什么情况 赶紧向我汇报 好的 吴先生 我现在去医院 好 窃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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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县委书记又不是吴浩然能够左右的 县委书记的人选和考量 市里自然有考虑啊 你看你 家里面就咱们两个人 至于那么官方吗 我就是林业局的一个小科长 替你操这份心干什么呀 老丈 老丈 谢谢你啊 我敬吴县长 不对 吴书记 一展圈角 大展红图 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 白齿干头 我听出来了 你是说我是猴子是吧 不是不是 吴县长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这个刘思泉 他一直压着您 妨碍您的发展 人不说 是块金子总会发光的 我觉得 这回该轮着您发光了 哦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以前从来没发过光 你也没有沾过光 是吧 说错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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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罚一遍啊 自罚一遍 我今天可提醒你啊 祸从口出 你啊 也该改给你身上那些臭毛病吧 你现在不是以前的包工头了 知道吗 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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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刘书记啊 是个难得的好书记 常务副县长刘平呢 也是个好同志 可是啊 他们的思想啊 太守旧了 这就是咱们县里边 发展的最大的阻碍呀 绝对是阻碍 我当这个县长快四年了 天谷县 还是没有达到我心目当中的发展程度啊 吴县长 您心目中 咱们天谷县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嘿嘿嘿 哎呀 咱们天谷县那是文化古城啊 啊 咱们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事业 哈哈哈哈 所以啊 我是一心要见这个文化街这个项目 要不就说呢 刘思泉他一直压着您 这次刘书记病倒 可能还真是个机会 吴县长 我觉得这发展呀 就像你这货车 嗯 那是阻挡不了的 呦 你这不挺有文化的 哎 你别说 你这个比喻啊 还真形象还 哈哈哈哈 吴县长 啊 下一届 您一定是县委书记 真真正正的一把手 我今天改口了啊 吴书记 提前庆祝 好 来来来 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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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今天 咱们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张部长 啊 特地从市里边赶过来 去医院啊 看望咱们刘书记 现在呢 请张部长讲话 啊 刘书记病重 市委非常关心 市委决定 在刘书记住院期间 由吴昊然同志 代理咱们县委书记 希望大家支持浩然同志的工作 把咱们天虎县的工作 搞好 我市里还有个会 我就先走吧 你们继续开会吧 好 来 大家先不要动啊 我送一下部长 又回来咱们接着讨论啊 来 部长 部长 大家都知道 这些项目啊 都是我主抓的 啊 前两次会议呢 都没有取得实质上的进展 所以今天啊 我们一定要讨论出一个结果啊 啊 特别是应该讨论出 这个建设的模式 房屋的拆迁 房屋的拆迁 还有产权的规划 以及这个管理的问题 嗯 吴县长 我有话说 好 刘吴县长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你说 我觉得 我们每次的规划的主要矛盾点 就在于 白水小商品市场的拆迁问题 我觉得文化街这个项目 应该暂缓 因为白水小商品市场 刚刚建成四年 是可以做大做强的 这个问题啊 我是这么考虑的 啊 没有钱 但是我们可以找钱 啊 咱们大家都想想 我们现在要做这么大的事情 全靠财政的支出 怎么能行呢 嗯 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灵活 文化街的项目不能暂缓 而且 商品市场肯定是要办签的 它确实不符合我们县里的总体规划嘛 啊 我还听说 这个商品市场的交通经常堵塞 人流密集 所以啊 这个安全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了 你们大家是不是也这么觉得 好 啊 既然你们都赞同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继续讨论 啊 咱们天谷县 有自己独特的 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 在我看来 文化界的建设 就是未来咱们天谷发展的第一步 啊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好 吴先生 嗯 我想请您视察一下商品市场 刚才您会议上说的那些问题 我们都开始致力了 而且也出现成效了 哎呀 我觉着这个事没有必要再谈 刚才开会的时候 你们都看见了 大家完全同意拆迁的事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 我现在是的的确确想为咱们县里的发展 在考虑 吴县长 这我都知道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着想 这个市场有六百多个商户啊 它代表的就是六百多个家庭的利益啊 要不这样吧 咱们一块去看看 李总 我听人说那王大喜 现在在白水商品市场里头 开始摆摊做生意了 他还敢留在这天谷县啊 我二他我早走了 可以理解 故土难离嘛 听紧的啊 告诉他 安分守己 别乱说话 行 我知道了 还行 哎呀 这地方挺红火呀 是啊 这还是平时呢 周末人会更多的 有好多都是外仙到这儿做生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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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喜啊 咱别每天老想那些报仇报复的事呢 咱好好过日的不好吗 走咱回去啊 走 走 你说说啊 这么好的给迪子 办这么个市场 是不是太浪费了 你们说呢 吴县长 行了 我刚才已经都看了 我也想好了 把这个市场搬到西边去 就这么定了 老婆 以前龙虾鲍鱼 现在 我算是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了 大喜啊 事都过去三年了 忘记他吧 老婆 陪我喝一杯 这杯酒啊 我敬你 敬你可怜我这烂命一条 没离开我 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咱不想这些好不好 王总啊 白水大桥这个项目 我还是想交给李全来做啊 啊 吴县长 你这什么记性啊 你可别忘了啊 你刚收了我五十万 怎么着 现在就像歇摩沙驴啊 李全 李全 哼 李全算了什么东西 buzz Tack 哎呀 看来王总现在真是发达了 现在跟我说话都这么不客气了 吴县长 李全给你多少钱 我给 不就是钱吗 对 这句话说得好 就凭你这句话 白水大桥这个项目 你都别想再见了 吴县长 我这人性子急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是土生土长在这天谷县 你说天谷县 谁不认识我王大喜 我十几岁就在这条街上混 这半条街 都是我王大喜见的 你现在弄来一个李全 骑在我头上 跟我讲声音 你说这合适吗 合适不合适的 我说了算 你的公司在老百姓的眼里 其实形象并不好 我不客气的说 人们都觉得你像个地头蛇 就凭这一点 白水大桥这个项目 李全剑是最合适 你 你什么 嗯 行了 李全刚来天谷县 他需要有这么一个项目 好让县里的领导来注意他 我看这样吧 为了作为给你的补偿 我可以让你呈建其他的项目 你觉得怎么样 吴县长 我手头可是有皮纹 有合同 又一起合罚手续 不是你说不让我见 就不让我见了 我请你放明白点 我今天来是跟你谈合作的事 我是来威胁你的 好 我给你点时间 让你考虑 好 大不了 与死网破 宇春 告诉他 宇春 你不跪 把我老婆弄乱去了 你们 这我帮你走 什么意思 别给我撞孙子 把我老婆帮哪了 瞧您说的 我请草子留下了 宇春 你够犯阴的是不是 我听说这两天 税务局正在你们公司查账了 我怕您忙没时间 慢带了嫂子 我这当小弟的 就带嫂子出去走了一圈 一圈 你别仗着认识 吴昊然 你就微非作待 把我逼齐了 大家都玩玩 什么 唯非作胆 我就唯非作胆了怎么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李董 你 把我老婆放开吧 有什么条件 咱们好谈的 我跟吴县长说 把白色条项目让给你还不行吗 晚喽 我听说你们公司涉嫌做假账 还偷税漏税 资质也有问题 白水大桥的项目已经不是你的咯 李总 我求求你 放到我老婆吧 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我错了 老总 我交给你个办法 第一 你去认罪自首 第二 只要你自首了 我会细心照顾嫂夫人的 大姐 帮她再喝了 再喝 伤身体 老婆 我活得太活呢 我就想 那天我 那天我喝死了 我就解脱了 大姐 别这样 可 可我不能走 我放心不像你一样 别这样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 受苦 遭罪 我说这回不哭 大姐 我永远很在一起 相信咱们一定都渡过难关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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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啊 我今天看见王大喜了 他出狱了吗 是 他已经出狱了 吴县长 你就放心吧 这王大喜现在他就是个丧家之犬 那也要小心 好 你去警告他一下 管好了嘴 好 不要多说话 明白 李总 那王大喜怎么办 该怎么办 我叫你啊 我听说商品市场真的要搬迁了 正在讨论当中 搬迁是个复杂的工作 确实得考虑先复 是复杂 更复杂的是吴县长要强推文化节的项目 他当然着急了 急 急也不能牺牲老百姓的利益 对了 我找了几个专家 让他们跟吴县长去谈一谈 来 怎么样 李秘书 吴县长的时间安排好了吗 李秘书 吴县长最近比较忙 说是没时间跟专家们谈面了 那我自己去找他谈 吴县长 我请了几个专家 想跟您说一下文化街的事 请专家有什么用啊 白浪费时间 他们这些专家就会纸上探兵 我们不要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口舌之争上 行不行啊 吴县长 文化街这么大的项目 是需要多次研讨的 您现在这样办恐怕不妥吧 你 刘吴县长 你是在质疑我的决策是不是 我是说要民主决策 刘书记在的时候 你还知道跟他汇报商量 可现在开会讨论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其他干部都不敢反驳呀 是你这么觉得 还是大家都这么觉得 你不要以你自己的意见 来代表大家的意见 吴县长 我请你 再好好考虑一下 行了 就这样吧 先好 你上 and Southwest logistics 都想能探索 我必须想能 presto 你怎么UDE 我必须想能够 incap terminals 你怎么了 宝宝 home 你怎么让我告诉你 安分守己 千万千万别乱说话 听到没有 表不错呀 十块钱吧 兄弟 喜欢就拿走 不要紧 懂事 慢走 别乱说话 这世子没法过 吴先生 我这坡人从安徽找回来了 这倒是个好东西啊 那我一会给你搁车啊 好像是刘萍的老公也挺喜欢烟台啊 那您是什么意思啊 最近啊 这个刘萍对我文化街的这个项目 总是指手画脚的 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他拉拢过来 哦 您是说从他老公下手 进来 刘萍先生 这是文化街项目的文件 希望您马上签字 嗯 我先看一下 嗯 还有事儿吗 吴县长说您最好今天就签字 其他领导都签了就差您了 李秘书 先放这儿吧 你要是不签字的话 吴县长会不高兴的 那我亲自去找他谈 刘萍县长 吴县长他不在 不在 这才几点呢 刘书记一病倒 他就经常不在县里办公了 他去哪儿了 我也不太清楚 好吧 文件我会看的 至于签字嘛 我再跟吴县长商量一下 那好吧 啊 来了 呃 张科长好久不见啊 您有事儿吗 那个我有一个宴呢 想请您帮忙看看 吴县长啊 我想跟您谈一下 文化街审批手续的事情 还有白水小商品市场 拆迁的时间问题啊 这两个事不是已经定了吗 文化街的事大家已经同意了 商品市场拆迁也在准备当中 还有什么事啊 那拆迁的时间能不能向后延期啊 那不行 白水市场不拆迁 文化街的项目就不能动工 我已经让步了 我已经决定把这市场搬到西边去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着啊 那至少也得等到西边的新市场建成之后 咱们再拆迁吧 你等新的市场建成了 文化街的项目不就延期了吗 我没有那个时间了 行了 没有商量的余地 吴县长 这样商户的利益会受到损失的 哎呀 补偿款的事儿 让拆迁办的人找他们谈不就完了吗 吴县长 您还是考虑考虑吧 许多商户都不同意拆迁呀 我告诉你 事在必行 这件事啊 咱们必须达成一致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也同意 你不同意也同意 你怎么了 我觉着吴浩然有问题 他 他怎么了 他总是杜断专行的 根本不听任何人的意见 那肯定啊 人家现在是一把手了 还用得着听别人的意见吗 那不行 我不能放任他这样 哎 大喜 大喜 听说了吗 咱们这市场要搬迁了 这生意刚有点好 怎么就搬了呢 县政府的决定们 整个市场全搬西边去 搬西边 我别听风就失意去的 我弟弟啊 咱红达建筑公司上班 他在公司亲耳听说的 大喜 你去哪儿呀 老板 拿酒 拿酒 大哥 喝的差不多了 结果再回家吧 啊 老师 老师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消不起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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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钱 有钱铁账啊 我告诉你 这条铁都是我的 哦 你开的啊 这样 还有呢 都是我铁的 你铁的 铁的 什么 你什么意思 我 你什么意思 大哥 我就是让你 别听我拿酒 你就是让你结个账吧 你 大哥别动 拿酒 喝多了喝多了 今天这动班 算小铁行了 你赶紧回家吧 赶紧回来吧 吴先生 张言那个事 搞定了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刘平 你的快件 我帮你拿进来 谢谢啊 吴先生 哎呀 昨天那事啊 我回去想了想 是我的态度太强硬了 我觉得啊 咱们两个还得达成共识啊 昨天我说话也太急了 其实啊 你的想法我完全能够理解 你看这样行不行 下周一咱们找个时间 再开个研讨会 把市里的相关领导和专家都请来 咱们再合计合计 你看怎么样 你能想通真是太好了 哈哈哈 行了时间不早了 你也该下班了啊 哈哈 什么呀 笑什么 难得啊 你能一块陪我出来买菜 怎么 委屈了 我不委屈 我幸福 哎 今天我在商品市场 见到一个人 谁啊 王大喜 王大喜 以前是天谷县的首富 哦 好像有点印象 我调到天谷县工作的时候 听说过他的事情 他是不是卖手表的呀 对啊 你怎么知道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点印象 你干什么 你每天就知道 喝喝喝 我要把这些东西全扔了钱 这给我 你给我给我 这可是吴浩然 说我钱是留他的证据 你还想告人呢 吴浩然 人家可是县长 咱能告赢人家吗 你别管 这东西可是定时炸弹啊 你留他干什么 你给我 你别管 淼淼 吴县长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县林业局局长的位置啊 又换新人了 县里啊正在考察新人的人选呢 我记得你爱人张颜 在林业局当那个科长 快五年了吧 他在啊 这个林业局的口碑不错 你有没有想法 推荐一下他 还是让县里去决定吧 你要不好意思说啊 我替你说 这事儿就不麻烦您了 行 哎呀 不过呀 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你得为张颜以后的发展考虑吧 喂 吴县长 小商品市场的会议什么时候开啊 到时候我让人通知你 好 我等通知 我走了啊 刘萍好像在调查我呢 我发现 他在查王大喜的资料 所以 刘萍的事你要抓紧啊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如今一直想在仕途上有所突破的吴浩然 成了天古县名誉上的一把手代理县委书记 那他也感受到了这个一把手的滋味 吴浩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为天古县谋求发展 实际上你也看到了 他暗中勾结了建筑商李全 谋取私利 强行推进大拆大建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文化街的项目上马 他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 对于多次提出反对意见的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刘萍 吴浩然表现出来一种急切的愿望 想要摆平眼前的这个障碍 李全开始向吴浩然大肆行贿 而且绑架王大喜妻子的行为 那当然是涉嫌了行贿罪和绑架罪 而吴浩然的这种大搞一言堂和收受贿赂的行为 是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 鉴于求成的吴浩然如今看似是大权在手 志得意满 而他背后的问题和漏洞随着天古县文化街 项目的不断的推进 是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 那么接下来吴浩然和王大喜的再次相遇 会引发什么故事 这吴浩然的如意算盘 是如何崩溃的呢 张岩的照片在我手上 这刘萍肯定得付我们 海水小商品市场搬迁的事 根本不符合程序 行了 我开始工作了 我已经派人把钱送到您老家去了 王大喜的事办的怎么样了 别搞的太大了 不能牵连上我 我们大喜的有一个关于您领导的证据 你这样会害死你自己的 去纪委 直接交给他们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朝磊